你說你必須要給自己一段時間 然後你必須要去旅行 然後你必須要脫離 可意思不是說要去很遠的地方 可能最有意思的旅行是 可能是你每天上班那條路 你只是給他一個新的觀看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是最有意思的旅行 那每張照片只是你那個觀看的過程的紀錄而已 這照片不是說你跑到一個販賣機 你投個二十塊 按一下一罐飲料跑去 不是這樣子 我還是回到那個人 拍攝的人跟被拍的人就這樣子 你會找到方法 你會找到方法 有一個捷克英文字典 然後跟我來匕首畫腳 他們要講的是什麼意思 他們現在爸爸要請我喝的酒 裡面是什麼水果 然後就很開心 就說原來你說溝通可以這樣子 你說當兩邊 那時候也有拍照 那時候單純是喜歡 那你就發現說好像一個故事 跟另外一個故事靠近的時候 如果兩邊都有這個 你說動機去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很美妙的一件事 我覺得也許是因為那次旅行吧 那邊是 後來你就回到台灣之後 我在廣告製片公司上班 在拍廣告影片 跟你們一樣 這個production 高中就越是那些導演 從製作助理開始做 那也是做喜歡的事 導演到現在還有保持聯絡 只是你知道 那個行業就很忙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是睡辦公室 或一個小辦公室 就睡IKEA的沙發上 那時候去捷克志工旅行的時候 就碰到一些當地布拉格來的朋友 然後一個女生她就說 你喜歡攝影 你喜歡電影 我們在布拉格有一個 蠻有意思的電影學院叫法姆 然後她就把一個 那個學校的剪接送給我 對 然後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我就留著 那時候開始繼續工作之後 你知道就一直放在辦公室 哪一個抽屜哪一個 你知道文件中間 然後有一天半夜 我記得十二點一點 好不容易你知道剪接完 然後準備完一點時間 去整理自己的抽屜 那真的就跟電影一樣 然後就抽屜拉開 然後文件放出來 然後突然就有一張紙掉到地上 真的 然後順手把它剪起來 然後一看就上面就是那個 發母電影學院的簡介 對 然後那首剛回來差不多半年吧 對啊 然後你知道我相信你說生命裡面 有那種 你說暗示也好 明示也好的那個science 就當那個science出現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跟它 應對它 然後那時候我就 順手就查了那個學校的資料 那我之前很喜歡看捷克電影啊 就像那個Milos Forman 你說那些小說啊 我們剛剛聊的 對啊 那時候就問我自己說 對啊我很喜歡說故事 那時候想做你說一個自己的電影吧 短片啊 劇情片啊 大學有在拍一些短片 那 那時候突然發現說 對啊我還年輕 你說我才22歲 23歲 然後我聽了很多 你知道電影裡面 那些角色跟我說的 有意思的故事 然後包含說小說裡面 你知道那些角色 那些劇情 你知道嗎 可是我的故事在哪裡 你知道 然後那時候就決定說 那就試試看 那 就那時候工作很忙 然後也沒有什麼時間花錢 那種薪水也很好 然後就真的導演很久 你的大學畢業 一個月有五萬塊 那個時候 對啊 當然現在這時候 你說 這樣啊 你說十五年前跟現在比差很多 對啊 那也存一筆錢 想說那我就去外面看一看 那就開始想辦法申請那個學校 然後把我拍了一些照片 影片收集在一起 本來是要去念他的電影導演戲 然後後來第一次聯繫的時候 他就說 欸對不起 我們的導演戲剛招生完 那你可能要等明年 他就想說 打體要趁熱嘛 很想去看一看 然後 你知道那個紙 撿起來那張紙 好像真的要跟我說什麼事情 我沒有辦法等一年 搞不好等一年之後 我會改變主意 那就說那怎麼辦 他們就說那你要不要申請看看 平面攝影戲 也許你先進來 然後等 你可以轉導演戲啊 怎麼樣 那時候就申請啦 就跟教授有一個網路的面談 他們就說 你就來吧 你就先念一個短期的好了 先去念短期 那時候就跟那個導演講說 對不起 我有一個這計畫 你知道我想回捷克看一看 你知道去充電一下也好 去跟現在的工作脫離一下也好 就說那你要什麼時候回來就回來 這樣一轉眼十五年了 然後現在是我弟弟在那公司上班 然後他在做我之前做的事 沒有禮拜一到禮拜五 睡辦公室啦 就是你知道那個工作也很辛苦 對 那 就是當初 然後到捷克就開始說 真正學攝影其實在那個地方 也沒有很久之前 你說十四年之前 對 因為台灣念的是福人大學 影像傳播系 那 那時候也沒有在認真拍照 那時候在打保齡球比較多 拍短片比較多 我喜歡看劇場啊 幾個好朋友好同學 看電影啊 對 那時候攝影不知道 那時候就是那個整個 氣氛不是很健康吧 就是我們跟新聞系 我們跟廣告器 一起去用那個暗房 沒有一個暗房 那有點緊張 那暗房線你不在了 那 就在我們那個戲樓的最前面 它有一個旋轉門 因為你暗房要完全隔絕光線 它有兩層的一個旋轉門 然後每一次你說大家去 很喜歡洗照片 很多人很喜歡洗照片 然後很多人洗完之後 那個照片還沒有拎乾 然後就急著從那個旋轉門這樣出來 然後 把沒有拎乾的照片給別人看 然後好像要證明說 欸你看 我很會拍照齁 然後那戲上有什麼 他們有一個綽號給 誰說啊 這個是攝影一哥 那個是攝影二哥 好像是黑色味那種感覺 然後你就覺得我喜歡攝影 又不是為了要比賽 我不是要去搶那個 你知道黑幫老大的位子 那時候 加上那個老師 你說一個日本回來的老師 當然那時候是訓練你基礎攝影 那個基本功 那 你就每個禮拜拍照 然後貼在一張卡紙上 然後寫一段 它要求你寫一段 所謂的創作理念 那時候又有拍啊 然後覺得好像也蠻好玩 可是每次我交回那些作業 然後拿回來收到的評語是什麼 就是說 它寫說要不然 焦點不準 重拍 譬如說 我說它的評語 我願意記得那些作業 我都還留在台北的家裡 然後比如說另外一個評語是 為什麼不用光面相識 我就喜歡霧面啊 我有跟我朋友開玩笑說 那個老師 人很好 你知道 敬重他的專業 那只是他 如果可以 你知道 不是大學教攝影老師 如果他改行成 算命師 應該很棒 因為當初他寫給我那兩句 我現在記得就是那兩句評語 你說焦點不準 跟為什麼不用光面相識 那剛剛好就是我這二十多年之後 我現在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我根本不在意焦點準不準啊 我在意說 情感深不深刻啊 比如說 那我從來不用光面相識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 額外的光澤 就我希望講的是有一個溫度的東西 那我喜歡用這種 有一點質感 平常人家用來畫水彩 畫素描的藝術紙 說把那個干擾降到最低 因為這樣比較接近 我在現場感受到他們的情緒 對 那是大學的部分 就從捷克才是真正開始 嗯 我用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看在攝影的地方 對 然後他是捷克很資深的一個 所謂的即時攝影家 我們這樣講 就很尊敬的一個長輩 那 嗯 那時候就是你會選主嘛 有時候後來 跑去念他的碩士班 那有人去選 比如說他要拍商業攝影 有人要拍比較前衛的觀念攝影 或者是這個portrait 那我就喜歡拍人 喜歡拍故事 那時候已經認識很久 一開始就是跟著他學習 每個人有一個導師 你自己選哪一類型的 那他就是負責我們這個 Documentary Studio的教授 對 那你說每次跟他見面 都沒有聊任何的器材的部分 有一些問他 所以暗房你說 你怎麼樣詮釋啊 種種 那 不知道大部分都在聊他說 他現在在拍什麼 我在拍什麼 那每當我們面對 各自故事裡面的人物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 大概是這樣 那 你知道 有人記得他說 我們的第一堂課 都跟那些外國學生 捷克學生一起嘛 那有人記得你說 應該說捷克那塊為什麼有意思 因為某種程度你說 這樣的攝影是一種 有工人性格 有農夫性格的攝影 你說他有幸被稱為是藝術 那是人家講的 他有幸被稱為作品 那也是人家講的 他說他每一張照片是 你身為一個作者 一個收集故事的人 你是進到那個故事裡面的 你是要把你鞋子弄髒的 你是要把你袖子捲起來 你是要跟他們一起流汗 跟他們一起等待 你知道 比如說 比如他一開始他第一堂課 他講的那段故事 我就一輩子會記得 他說1989年之前 1991年之前 那個國家叫捷克斯洛伐克 兩個國家那時候是一起的 是共產制度的國家 那個年代或是更早之前 就是被共產統治的那段時間 都沒有所謂的藝術家這種身分 你說捷克那個藝術很有意思啊 你說從奧匈帝國那時候開始談 你說上個世紀開始談 很有意思 那就是在中間這一段 比較近代的歷史 你說沒有藝術家這個角色 為什麼 因為在共產制度之下 你說每一個人都得去從事生產 你說要不然你白天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汽車叫Shkoda 那要不然你去汽車工廠去 裝配汽車零件 要不然你去農場你去 你去種小麥 你去生產 要不然你去做衣服 要不然你去商店 就每一個人要貢獻一個什麼 那你說藝術品是什麼 你說照片不過就是一張紙啊 你說捷克你說歐洲冬天又很冷啊 你說一張紙你可以燒嗎 我們這次展出有展出兩百多件 你說你把兩百多件都燒掉 也許你可以生那個火生個五分鐘 可以 他提的是說 那個年代那個氛圍是怎麼樣 如果你今天是你對所謂的藝術創作 有心有興趣的話 不管你是喜歡跳舞的 音樂的 你說攝影的 你白天要必須把你被安排到的那個工把它做完 那你 那歐洲下班時又比較早 你說四點三點半的時候 那你在下班之後 OK 如果你有空閒的時間 你有體力的話 你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分也就出來 說你去想像那個情境 你白天工作已經很累了 你在車場就坐車窗 你好不容易到三點半你可以下班了 你可以拍你自己的照片 第一個你一定會珍惜那個時間 這時間變得極度的寶貴 那便是你在經歷那一段 你可以跟自己對話 你可以透過一個媒材去 詮釋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只會說真話 你只會 你要問一個深刻的問題是 到底你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狀況 我的生活 我旁邊的人生活 你不會想到一個對象說 我做這個作品出來 人家會不會喜歡 不會 你會先問你自己會不會喜歡 因為你那個時間有限 那個東西變得珍貴 然後你跟那個媒材 不管是什麼樣的媒材 你說你那個說故事的工具 你跟他的關係只會更深刻 好像是一個你的秘密的朋友 只有那個媒材才了解你 我們這樣講 不是你白天的工作 是你下班之後那個媒材 那孟聰明說 第一堂課聽到 哇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把你想像 你說包含跟家鄉 台灣 台北 你說碰到一些 藝術家 那個頭銜是人家講 如果你把這個藝術家 三個字印在你的名片上 想不到會得罪到你們的聽眾 你說 看不懂啊 你說你如果是餐廳老闆 我就知道還知道你是 OK 我來這邊吃一碗牛肉麵 你是小店老闆 我知道你可以 你是開五金行 我可以在那邊賣什麼 知道知道知道那是什麼 我覺得那頭銜是人家講的 可是你跟那個作品的關係 你跟那個故事的關係 你自己知道說那個秘密在哪裡 那個親密的關係在哪裡 你自己必須要把那個界定清楚 你要真心這樣相信 你做出來 你拍出來的每一張照片 你畫出來的每一幅畫 你跳出來的每一段舞 人家會感受到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吃錢去想說 我界定了這個角色 然後我要去做這個作品 然後人家會喜歡 你不可以這樣 是要反過來 如果你問我說 在捷克那邊學到的第一堂課就這樣 它包含你說 當然這個媒材是一個西方人 歐洲人發明的工具 那你說在東方這個社會的氛圍來談 又有一點奇特 因為我們的民族性比較保守 那那邊的方式 它那邊比較直接 今天我在乎你 我要讓你知道 今天我好奇這個故事 我要跳到那個故事裡 那我們台灣 你說東方的民族性比較保守 就是說我們會想太多 那偏偏攝影這個工具 如果是這種類型的攝影 你說拍攝人在不同環境的攝影 從來不安排的攝影 第一個你沒有時間 你沒有辦法釀想 你想到後來那邊 你只能拍一張 全黑的畫面 鏡頭蓋蓋起來 那你不會干擾到人家 可能變成 如果你要拍別人的故事 你要讓他知道 我是真心好奇這個故事 那至少就我來講 我要讓他們知道說 可不可以跟你們相處一段時間 我要跟他們講說 我來的目的 攝影只是一個藉口 那靠近是一目的 你要讓人家知道 你不能回避 你不能刻意去遮掩 那在東方你說 這個相對比較保守的社會 某種程度你說攝影是好事啊 他讓你完全自由了 所以我今天手上有一個黑盒子 我要去詮釋一段什麼故事 或帶這個黑盒子去跟那個故事相處 那你必須要很騰蕩蕩啊 就說嘿 那我喜歡拍照的人 我剛剛在路上看到你很有意思 我可以來聊個天嗎 那是什麼樣的故事 順便拍些照片可以嗎 那可是對台灣來講 大家會想太多 我相信拿出來人家會不會說不可以 一開始當然會說不可以 不可以是 你知道是那個門牌號碼 就是要到那個地址上面寫不可以的地方 當然你說每一張照片是出於一個尊重 你知道 不是很粗魯的 是說我要拍這個照片 我不關你的心情 可是你知道就是 那個坦蕩蕩的部分 你攝影沒有辦法 你說假的 我要假裝那個照片拍出來會是那個樣子 就是你今天你是什麼樣的人 包含你說你喜歡吃什麼樣的食物 你跟什麼樣的朋友交往聊天 你看什麼樣的書 你聽什麼樣的音樂 為什麼你今天出門選那雙襪子 為什麼那件襯衫 為什麼這個髮型 所有你的喜好 你的品味 你的個性 你的原則 種種 你說抽象的也好 具象的也好 我覺得都會跑到你 即將要去拍的那張照片裡 那已經顯示在你剛拍完那張照片裡面 就那麼單純 我覺得是這樣 以上言論不代表這一台立場 這是我個人的立場 有 他的家鄉叫奧斯特拉房 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 你到現在去還可以看到 比較真正的捷克人 就在布拉格 布拉格跟台北一樣大城市 那是工作的地方 那是求學的地方 會面的地方 觀光客喜歡的地方 可是你突然坐車 那時有點遠 你說要坐個將近三個小時 三個半小時 那你第一眼看到那個城市的畫面是什麼 是像一個旗袋一樣 像血管一樣 這樣纏繞在那個城市外圍那些工業管線 到現在還有 那我們老師說 那時候70年代他拍攝那個城 他拍了就拍了六十多年 到現在還在拍他的家鄉 他說他那時候剛開始拍 你說70年代的時候工業污染啊 他產煤礦 地下的礦根 那時候下雨的時候 那個雨是黑的 那現在是他全捷克 這個奧斯特拉房 是全捷克他綠化做的最好的城市之一 那很有意思 他有很多吉普賽人 那地方還是有很多小店 買麵包去那邊買 買火腿去那邊買 買衣服去那邊買 不是不像說歐洲的大城市 是說那個購物中心 那邊也有 可是你還是有機會遇到 比較真實的捷克人 意思是說 連英文都不會講 可是都是有意思的人 是 每個工業 台灣也有啊 你說像你去 我們開車到進花蓮 看到什麼那個水泥啊 就是有點那種感覺 他說 台灣有一些比較 農業居多的啊 工業居多 一樣的 就是他那個居民是怎麼講 我覺得某種程度 是韌性比較強 你知道 然後你說 對那種 比較表面的生活裡的享受 好像 不是那麼在乎 對 那相對 你可以跟他談話 你在做什麼啊 然後你喜歡什麼啊 你抱怨什麼啊 那個 比較人的東西 比較容易顯現或出得來 對 很有意思的地方 有 可是主要的這個 base 那個歷史是在中歐 你說捷克的七年 包含現在的斯洛維尼亞的七年 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我事後也想去看那個地圖 捷克再下來一點點 都一邊是斯洛法克嘛 可是它正下方是哪一個國家 是奧地利 那再下來一點點就是斯洛維尼亞 就剛好就是我中間跨過奧地利 結果不喜歡這個地方 它是不一樣的民族 你說捷克是北斯拉夫人 那這個斯洛維尼亞屬於南斯拉夫 可是又是南斯拉夫 比較北邊的那一塊 他們自己南斯拉夫人是說 斯洛維尼亞人是 南斯拉夫裡面的奧地利 可是他們還是斯拉夫人 那只是 不知道欸 就是我覺得我上輩子是斯拉夫人 你到那地方就覺得 喔 好像我在哪裡看過你 然後一開始當然不是很熟悉 可是你知道 變成好朋友之後 就真的像家人一樣 當然捷克那邊還有很多好朋友 那斯洛維尼亞那邊就現在 可能下輩子會 太太是那邊的人 可能下輩子就是 第二個家鄉 那 比如說像去奧地利 每次我們開車 就只要一經過那個斯洛維尼亞 跟奧地利的邊境 好像空氣聞起來味道都不太一樣 奧地利人比較嚴謹嘛 假設做什麼事情都一板一眼 那比如說你經過那個邊境 通常你會看到一些比如說 工廠的倉庫啊 他停貨車的停車場啊 那奧地利人可以嚴謹到什麼程度是 包含他那個貨車的停車場 如果你拿有一把尺在手上 你去量 那個車每一個停的 那個腳是切齊的 包含你說一般人的後院 你說那個木材 他們都會春天夏天要準備去收集 接下來冬天要用的木材嘛 那牌是你知道像一幅藝術作品 那樣的嚴謹你知道 可是我也喜歡有一些奧地利電影啊 就那個Michael Hanek 那個Funny Game 就那個鋼琴教室 你看到說 哇原來那樣井然有序的 你說外部的氛圍 或者視覺上那個秩序的底層 你知道是那樣的狂野的人性 那個導演很有意思 那只是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你說每次經過就去捷克 或從捷克說回娘 就跳過奧地利 那我覺得斯拉夫人就有意思 你說包含到後來 你說以斯洛維尼亞為據點 你說我去塞爾維亞 我去波士尼亞 那邊人又更熱情 然後就是你在路上拍一個婚禮 然後說欸幹嘛在那邊遠地方拍 過來一起喝酒 你知道嗎 然後這是我太太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說你明天還要再來喔 因為在塞爾維亞的婚禮是連續三天 你知道就更熱情啊 然後包含應該這樣講 你說捷克跟斯洛維尼亞 包含整個南斯拉夫 他們受過苦難的民族 你知道 就是說奧地利也有 可是那個情節不太一樣 他們一直想要證明什麼 你知道 那你說捷克跟斯洛維尼亞 那一塊 他們知道說喔 曾經有些東西他們沒有的 那現在有了 他們會珍惜 你知道 就是說 然後你知道他們也沒有說 像西歐有那麼 怎麼講 比較複雜的聲音 你可以講說他比較 呃 質樸一點 他比較單純一點 那意思是 你有很多空閒的可能性跟空間 包含你在那邊遇到的時間 人的時間 很多 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從那些 多餘的時間裡面聽來 捷克那 前兩年吧 他是在做一個排毒的動作 把台灣學道要忘掉 也不是說不好 不是說比較哪邊好哪邊不好 比如說我一個杯子放在桌上 從那邊看 從那邊看 從各個 越多角度看是 越有可能把他的樣子看清楚 那一回到你說 捷克那頭兩年 我拍了很多路上的人 展出又展出 街頭攝影 然後包含常去旅行 去柏林 去波蘭 我就去了十多次 那時候是怎麼樣 應該舉這個例子 大家都在紀念品店 看過那個三隻猴子 對不對 有一隻猴子把眼睛遮住 耳朵蓋住 嘴巴捂起來 孟雄那是我們的 血液裡面的這個 你知道東方的 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 很精華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例 說非禮物事 非禮物言 非禮物聽 對啊 等一下有張照片 我可以帶你們看 我那時候還沒有 進到電影學院 開始正式 開始休息攝影之前 那我先跑到瑞典 挪威那邊去自助旅行 一個月 然後那個畫面 孟成路是我攝影的開始 我在那個 Stockholm 瑞典這個斯德哥爾摩的首都 還有一個 一個給行人休息的 很多那個長板的 然後我遠遠就看到 一對像是情侶的 你知道 然後兩個人抱在一起 然後好像在哭泣 然後我不太確定到底是 他們長得有點像 是姐弟呢 還是哥哥跟妹妹呢 還是情侶呢 還是 之前是情侶呢 還是 不知道 我在旁邊繞好久 然後試著拍一些照片 你知道 那是什麼故事 你知道那時候 我剛剛講那三隻猴子的事啊 這個是我們在 血液裡面的一部分 你看到那樣的情況 你好像 在我們這個環境成長的人 直覺的反應是 噢 不要打擾他們 走開 可是你就我們這樣講 你說很多時候 那故事是你聞到的 就算你頭撇開 可是你還是聞到 那個故事在那裡 有時候更多 更多時候你是聽到 可是這也是 我們這樣跳開來談 你說這樣的攝影 跟寫作的工作 跟音樂家的編群 你說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當你聽 聞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第一個 你會想要進到故事的場景 你說去看一看 我要看到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只能拍 紀錄 我們眼睛看到的 你說寫作的人 他如果聽到那個情侶 他們在吵架也好 在訴苦也好 如果他聽到了 他不用看到他們 他可以把它寫下來 你說如果音樂家 你說一個鋼琴師 坐在他們旁邊 剛好聽到了那個 哭泣的聲音 也許他可以想 編一個曲子出來 他不用看到 對 可是你說 我是喜歡做 你說影像故事的人 我必須要到那邊 我還跑到 坐到他們後面 你知道很多排嗎 你很想拿一包麵子給他 可是你也沒有辦法打擾他 那真的繞了很久 繞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他們也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來拍了一張照片 對啊 然後 那感覺是什麼 好像旁邊路人 這樣來來去去 你知道 那市中心人也很多 那感覺是什麼 是好像在那個片刻 你知道我按一下 快門那個片刻 只有我 那一對情侶 或是那一對男女 你知道 全世界 你說地球那麼大 只有我們三個人 我們知道這個秘密在發生 其他人就經過 看都沒看到 可能他們有聽到 然後眼角有瞄到 沒有人停下腳步 那感覺很特別 我覺得後來 某種程度 我覺得那是我攝影的開始 就說 原來這個東西 可以去記錄一個 這個世界上 只有我一個人這雙眼睛 可以看到的秘密 不然他們哭的時候 眼睛都是閉著的 搞不好 那照片我有時候會戴在身上 會放在樹桌前面 我跟我自己講 不管再遇到 他們是不是情侶 我就很樂意把那照片給他 說那個時候 你在料靈亮的心情 或是至少 你們那時候是那個樣子 他們自己都沒有看到 我們這樣講 說那個時候是 也沒有想那麼多 夢成會是我攝影的開始 說你知道這個 這個收集秘密的神奇 你說每一張照片 是一個秘密 它不是一個答案 沒有人可以跟另外一個人講說 喔 難民是這樣子 精神病人是這樣 沒有人可以 沒有人有權利 或沒有人有這樣的 客觀的角度 這世界上 你說 遑論你說 這世界上沒有客觀的事情 你知道 就是說從那張照片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一個攝影師 如果你喜歡一個電影導演 你喜歡一個作曲家 你一定要把他的第一首曲子 第一張照片 第一部電影找出來看 那位作者 我是這樣講 他說他想要講的那些故事 情緒 或至少他關心的事情 角度 其實在他的第一部第一部作品裡面 第一張作品 第一首曲子裡面 其實已經講完了 那之後只是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情境 也許是不同的team 然後不同的素材 然後繼續去琢磨 那我們剛剛講那張照片 那後來我在精神病院那個系列 那邊也拍了三年 那我就看到一個很類似的畫面 兩個太太抱在一起 你知道 在安慰對方 然後在訴苦 在打氣 然後我就坐在同一個桌子 對啊 好像我事後才發現 尤其是這一次我把它的展覽 都放出來 作品很多 那你就 對我來講 你說一個作者的角度 就很特別啊 就說好像這一組人 從那個時空 你說旅行到另外一幅照片 那中間相隔可能是 三年五年可能是七年 可能是十年 可是同樣一個情緒 就真的好像可以 換成是另外一個人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門口 看到那個在衛南那個媽媽 不過就是事後才發現啊 你說有一套作品叫蒸發 我拍一個吉普賽的一個小男生 就只有一半 我看到他那個眼睛 你知道嗎 一個十二歲十歲的小男生 我看到一個三十歲成人的眼神 在那邊 我拍下的 然後 你等一下也可以去對照看看 那張照片 就跟門口放的那個衛南那個媽媽 一個敘利亞的太太 還是伊拉克才能忘 眼神看起來好像就是同一個人 就是同一個人 那個旅行的部分又出來 就好像比如說難民 包含精神病人 他們都是不自由的人 你知道被關在邊境 然後被關在精神病院裡 可是好像透過這樣的紀錄方式 他們可能很自由的穿梭在 在這一幅影像 在那一幅影像 他們在這個情形裡 他們是自由的 事後才發現 那個有意思的地方 這東西 前提是什麼 你必須要給他時間 而且不只是一點時間 就我們回到剛剛一開始講 你說那個工人的性格 那個農夫的性格 農夫的性格說 我的體驗是從我現在出的 那個斯洛維尼亞那邊來 那邊很綠的一個國家 百分之七十是森林 是林地 很多人是務農 就像我岳父岳母 每個週末我們都會去 他們住在斯洛維尼亞北邊 靠近奧地利的一個山城 小地方 那當地有很多農夫朋友 那他們陽台看出去 就是他們鄰居的一塊農田 就看到同一個農夫 你說我那時候搬去是2010年 現在是七年了嘛 就看到農夫就是 你知道他就今年累月 他就在他那塊地上耕種 他知道春天的時候應該要播種 之後我應該要整地 然後我整地然後再播種 然後要讓三不五十 也許中間隔了一年 要讓這塊土地休息 或者是我要先種玉米 然後給你那個甜一點養分 然後種種 他就在今年累月 就在他那塊小小的土地上 來回來回來回 攝影就是這樣 你選到一個 你覺得你有興趣的那一塊 你知道嗎 你說這個可能是一個frame 可能這個frame 這個格子裡面 框的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你一直在意的那些故事 你就在這裡面這樣 今年累月 你沒有辦法說 我這樣拍完 我下個月 就要看到一個什麼結果 我明天就要看到一個什麼結果 我三個月之後 或者是我明年就要看到什麼結果 如果你問我說 14年 好像昨天一樣 我說 那怎麼樣可以證明說 這時間過那麼快 我突然發現說 牆上多了很多照片 很多故事 我們這樣講 你說那個時間 像歐洲的時間感就比較慢 另外一個在台灣彈攝影 比較唐突的地方是 這邊時間感很快 或是這邊是一個講求效率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工作時間 就只有八個小時 可是我有五個會議 我有兩份報告 我要怎麼樣去 找一個效率出來 然後把這些工作完成 你可以這樣談 如果那是一個工作的話 可是這個部分 你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下午有三個小時 我想要去 比如說內湖旁邊 那個河邊走一走 帶個相機 那你沒有辦法跟你自己講說 這三個小時之中之後 我要至少拍到五張好的照片 沒有辦法這樣看 你沒有辦法那麼公立 就是說 在歐洲那邊也看到 就是那個時間感 這真的很不一樣 你說他們 斯洛維尼亞產葡萄酒 都包含捷克之前產啤酒 你去摘那些啤酒花 然後你摘那些葡萄 然後你處理完之後 你要給他一段時間 讓他發酵啊 你要把他放在地下室啊 你要等啊 你要有耐心啊 你不能說 我今天桶子封好了 然後明天過去嘗嘗看 變葡萄酒了沒 不行那是果汁 你知道 你面對啤酒可不可以 你說我今天弄完 然後放在地下室很冷 然後明天去嘗一嘗 不行那是大麥汁 那不是啤酒 你知道 可是台灣是比較豎成的心態 比如說你做攝影 你去看到很多攝影書是 比如說告訴你說 比如說二十大必拍景點 那景點應該是你自己練 你想要去的地方你可以練兩千個 為什麼要在乎那二十大 然後為什麼 什麼豎成的技巧 因為我們習慣一個參考書嘛 所以我們那個教育方式是這樣子啊 就考試考試考試 那針對那些考試 有很多參考書是說 欸我準備那些考試可能會問的題目 給你參考你來練習 然後你這樣考試的時候 可以考很高分 可是攝影不是考試 攝影不能比賽 攝影你說那個結果 只有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裁判 這個難處也難在這邊 就你去參加像一個運動比賽 那比較像一個體操的競賽 或是跳水 這樣講 它不是一個籃球比賽 不是一個排球比賽 說我贏你一分為贏 不是的 你自己去選一個 像跳水啊 你自己去選一個 你知道我要選一個 難度比較高的這個動作 那當你達成了 當你理所當然 你會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說 它反正就是這個比賽 是你知道你後面 你設定了一個 你說主題也好 你說那個動機也好 你說這個動機也好 這東西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選擇有關 我可以這樣談 就說我為什麼選擇到這個邊界 為什麼我不選擇到那個邊界 這是選擇 那我選擇是在白天的時候去 還是凌晨兩點鐘去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那我偷偷默默 我混到那個逃難的現場 比如說我選擇 我不要跟那些記者 站在一起 因為那些都是遠遠的在拍 他們在山坡上面拍 所以我選擇 我不要這樣的拍攝方式 我要進到故事裡 這是一個選擇 當我進到現場 我聽到那些聲音 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的時候 我選擇怎麼樣自處 我選擇跟誰先進行第一次的談話 這是一個選擇 然後後來包含說 你選擇 你什麼時候必須要退一步 保持一個距離 總總就是一個選擇 如果我們必須為那個選擇負責 那我們必須很誠懇面對 你說你選擇的時候那些依據 沒有辦法逃避 好 這樣 特別 那時候一開始是 他們大批難民在南部集中 在斯維尼亞跟克羅蘭像 然後那時候新聞就一直爆 很多人等著要進來 那時候是2015年9月的時候 那是第一波 那比如說像帳篷那一張 他們就是在高速公路旁邊 人就一直來 怎麼說那時候 有一個傳言說 旁邊那個匈牙利 要把邊境關起來 那些難民他們也有手機 也有網路 可以互通訊息 那趕快到旁邊斯維尼亞試試看 看那邊的邊境嚴不嚴 一群人就 這樣就跑進來 然後那時候斯維尼亞政府是說 對 基於人道理由 我們要收 可是我們國家很小 我們全國警察這時候 兩千多人 我們一天可以開放 他說好像五十個還怎麼樣 就不可能啊 人一直來 然後後來莫名其妙 因為卡在斯維尼亞這邊 那大家又轉回匈牙利那邊 那到後來是怎麼樣 匈牙利那邊 今天十月中吧 十月十七號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就正式宣布關閉所有的邊境 他不再讓難民進入 那有一些還是想辦法偷渡進去 那正式關閉邊境之後 那些原本要從匈牙利那邊 繼續北上的難民 他們全部都改到斯維尼亞 這也是正式的 你說這個巴爾幹路線等於是你說 你說土耳其進來 然後你說希臘 塞爾維亞 然後這個馬其頓 克羅埃西亞 然後 咚 下一站就是斯維尼亞 對 那變很多是在 像比如說這個很擁擠這個 他就是 因為斯維尼亞跟克羅埃西亞 他們都是歐盟的成員 那只是目前只有 克羅埃西亞還不是這個生根 就是生根免簽國 就是克羅埃西亞還不是 雖然他是歐盟的成員 可是斯維尼亞是 那意思是 斯維尼亞跟克羅埃西亞的邊界 他等於就是歐盟的 正式的外部的邊境 那是最後一道防線 如果你真的偷渡進來 如果身份沒有被登記的話 你這樣就跑進歐洲了 你這樣可以從這邊到奧地利 可以到德國 如果你偷偷摸 可以 那變成那時候那邊 南邊氣氛就緊張 因為他有 這個小國有來自於歐盟總部 在布魯塞爾的壓力 你要把那個外部邊境幫我守好 因為你再進來 就等於是門戶真的大開 那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門戶真的大開啊 人一直進來 怎麼辦 一列火車晚上喔 你說我第一次看到 那時候新聞是怎麼樣 第一次到這個地方是 新聞在報啊 就是有一群難民從克羅來西亞那邊 走夜路這樣摸黑進來 然後他們不知道說該怎麼走 然後他就看到有一條小河 然後他以為是 那個是邊境 然後沒有橋 他們就是 你知道 渡河 然後沒有很遠 就差不多這樣的距離 可是大家也不知道 這個水有多深 然後晚上的時候是 知道零下十度耶 七八度十度 你看那個太太把小孩抱在頭上 然後背著包 像渡河 那新聞都在報 然後隔天我就帶著衣服 簡單的衣服 就到同一個現場 那個 他們那個渡河腳印都還看得到 對啊 那後來啦 後來那個新聞片段才流出來 是斯洛維尼亞當天晚上 或前一天晚上 那個斯洛維尼亞的警 直升機 警察直升機拍到的畫面是 他從那個邊境旁邊 你說兩公里之外 有一個克羅來西亞的火車站 你就看到那個克羅來西亞 也沒有跟斯洛維尼亞政府講好 他就把人這樣偷偷的 趁黑夜把人這樣送進來 那種感覺像什麼是 我不喜歡我那個鄰居 然後我這邊有一群垃圾 你容許我這樣講 把垃圾偷倒到我鄰居門口 不關我的事 是你的事 那種感覺 然後就看到那個畫面是 然後有人在引導 你說克羅來西亞的警察 說那邊是斯洛維尼亞 那種感覺 你看到是那個 他是那個熱成像的影像嘛 你看到是一個光點 你看不到他的表情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們那個慌張的情緒 跑到那個玉米底下 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一群人像那個 你知道像那個螞蟻 像蜜蜂一樣這樣 在那個小的那個巷道裡 就是在這個的後面 你說這個的巷道啊 你看一群人這樣 因為一輛車是一萬兩千人 然後有人在導引他 他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然後過了那條盒子 他說那邊是斯洛維尼亞 然後所有人就 砰 衝了 就這樣 你知道現場 他們後來已經 你說夢成都控制住了 就等於他們把它擋起來 在這個綠色的邊境 就兩國跟兩國中間 他把它圍起來 也許你就在那邊等吧 因為他們下一個兩公里之外 在斯洛維尼亞那邊 他有一個那種 當地居民的這個運動中心 他把它變成是 臨時的難民收容中心 那只是那邊通常都是全滿的啊 那等於大家就是 大部分人是在這個 綠色的邊境這邊等待 那你運氣好像說 兩三個小時 那你說 一般運氣的話 你就等一整個晚上 有帳篷 有帳篷 就前面那批人 來不及帶走 留下來的帳篷 沒有屋簷 只有什麼 你說 那個聯合國難民署發的這個毛毯 我看到他把衣服弄一弄 在草地上 就這樣蓋起來 就像 像一個雕像一樣 我沒有看過那樣的歐洲 你說 在歐洲這14年 當然我也可以理解說 當然他可以 有一個更好的待遇嘛 就是說對待這些 你知道家鄉有戰火 就是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 就這一群 很可能是 新的歐洲人 這樣講 很多人他們應該就待下來了 你知道你對待這群 新的歐洲的移民也好 難民也好 就是說 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贊同那個方式 可是為了理解 你知道他沒有辦法 好好對待他們的方式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斯洛維尼亞 他全國警力就兩千多人 火車一來一萬兩千人 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有沒有一個一個 好好跟他講話 就包含現場 他那些執行的警察 也很累啊 你說一天要工作 將近二十個小時 在那段最瘋狂的時候 那到現場你就看到 警察也是人啊 攝影師也是人啊 你看到不只是 那些警察好像 你跟他們有一個默契 就是說 我們同時都看到了 那些新聞媒體裡面 沒有爆的狀況 我們看到是真的人 雖然警察沒有 跟他們太多的交談 那我今天是有習慣拍攝 大部分時間在聊天 然後你會握手 然後你會聞到他身上的味道 你會跟他一起 在那個火堆前取暖 那當你知道說 原本那個新聞畫面裡面 他們描述的 報道的只是數字的 那群人的時候 然後你到現場你發現 他們其實也有名字 你知道他們也有 他們來自的地方 他們原本的家 他的爸爸媽媽 你知道他喜歡的人 朋友 種種 然後有些小朋友 他帶一個小提琴 他喜歡音樂 還有他們喜好的東西 你看到是活生生的人這一塊 那那個事情就變得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孟城你在現場跟那些警察跟軍人 那個眼神 你不用講話 那個眼神好像是說 對啊 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子 連他們都同意 那孟城他們有他們的責任 維護現場的秩序 然後執行上級的指示 就是說讓他們等 等那邊清空了 或快要清空了 讓下一批人進來 那同時外面有 不斷有新的人要進來 他們的工作 維持現場的秩序 那我的 我不想講工作 因為我到現場不是在工作 我是在蒐集故事 那你說當然拍照 會拍 很自然會拍 那孟城路我做了很多 你說幫那些 你說志工應該做的工作 就比如說很多人問我問題啊 要看我一個人戴相機 然後在跟不同的族群在聊天 然後說我們長得也很像阿富汗人啊 就我啦 你說很自然啊 一開始跟我講阿富汗語啊 那個普世圖語 我聽不懂 我說對不起 聽不到 你知道 然後很多人問我第一個問題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 可以跟我講我們在哪裡 他們有那個志工發給他們的地圖 一路上看起來就是沒有人跟他們解釋 然後我就畫給他說 我們剛過來那個樹林 那邊是克羅來西亞 然後你應該是從賽爾維亞那邊上火車的 然後你現在下車的地方是兩國的邊境 那等一下你準備要進到斯洛維尼亞 那下一站恭喜你就是奧地利 他說喔謝謝謝謝 然後很多太太跑來問我說 晚上的時候 也沒有熱水啊他要泡奶粉啊 你知道 我有水給他 可是我沒有熱水啊 然後我就問那個警察 有些警察還滿好的 他幫他們想辦法處理 因為現場沒有志工 就至少我拍攝這個現場 因為之前的情況是 有些臨時收容中心 有些志工他就自己跑來 帶熱湯啊 帶衣服啊 那便是那數量又不夠 那現場大家就搶啊 然後不同族群他們會打架 你知道這樣阿富汗人是一群 敘利亞人是一群 那偏偏你說阿富汗來的都是那些年輕氣盛的小夥子 你知道 所以跟他們聊 他們也不是說有什麼利己的危險 雖然那邊有塔利班啊怎麼樣 那某種程度他們就是來歐洲碰運氣 那些年輕的阿富汗人 真的就一群二十多個全部都是男生 就十七八歲到三十歲 那其實你看到 敘利亞真的就是你知道 整個家族逃離了 待不下去了嘛 你說爺爺奶奶 你說爸爸媽媽 然後七八個小孩 就這樣 這樣 那你做了很多志工的 因為也是開心 就是我知道說 我到現場除了攝影之外 我可以做別的很多的事情 那就像我沒有帶著相機去現場 你知道我也會很珍惜 你說每一秒鐘在那邊的機會 一來是跟故事接觸的機會 或者是一個人 我也是當地的移民啊 一個比較早移民到歐洲的人 跟一個正準備要來歐洲討生活 或者是求生存的人 我至少可以提供他一些基本的資訊 那有時候做什麼 就像奧地利邊境 他們的志工就印了很多小手冊 就跟他們講說 下一站進到奧地利之後 那那個臨時收容營 你要怎麼樣申請這個 這個庇護啊 或是那個程序是怎麼樣 他把他用阿拉伯語 你說用普斯圖語 用波斯文把它都翻譯好 然後那些志工 也會偷偷地從那個鐵絲網 幫他們說可以叫我過來 可以把這些資料送去給那些人 我會很開心啊 你會發現說 怎麼樣 你說他們現場沒有足夠的需要 沒有足夠的幫忙 然後資訊上也好 你說每個人就是有時候 然後那個克羅來西亞裡面 那些志工會幫他準備一些食物啊 就像跑馬拉松的選手有沒有 你跑過他有一個桌上 全部都放很多水 他們也沒有時間留下來選 他就拿一包食物裡面都是 不過就是魚罐頭 然後一些快過期的麵包 拿了就跑到下一站 就這樣 也沒有看到什麼 什麼聯合國難民俗的人在現場 看到兩個就這樣 很多人彈子是他們發的嘛 上面有印的這個 U.N.Refuge這個Logo 你沒有看到什麼聯合國的工作人員 也有就是說 怎麼這樣子 你看到其實雖然是這個攝影師拍 兩邊的故事 可是你看到的一些 共通的人性吧 就說我有拍我自己家人 拍自己女兒的成長過程 然後拍我第一次到斯洛維尼亞 我怎麼樣接觸這個新環境 比如說有一套系列叫Pisas 那那個系列是我第一套用彩色開始拍的作品 那之前吉克拍的都是黑白嘛 那第一個是它是很綠的國家 然後很多顏色 然後之前待的布拉格是大城市 台北也是大城市 比如說大城市裡面的人跟 你知道大自然好像那個關係是蠻斷裂的嘛 那加上斯洛維尼亞這個國家又小 然後他們週末都喜歡往山裡面跑 包含我岳父岳母他們的家鄉 就是在山旁 比如說院子開門然後後面就是森林 然後感覺說那顏色好多 然後人跟大自然的關係是那樣的親密 就很自然那時候沒什麼特別 你說就是用HTC那個手機 隨手拍就跟每個人一樣 你說家庭紀錄啊家庭相本 那我是用一個怎麼講 雖然是手機拍攝 可是我還是把它印出來 小張小張把它做成像是一個拼圖 孟程度是一個家庭相本 我選擇那些照片 然後這是我安插我家庭相本裡面照片的方式 那也希望說看的人說我們這樣講 我們談話的同時 然後每個人都是攝影師 每個人都在拍照 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看照片 可變成說你說這個手勢 我說這個手勢 這叫看照片 你可以放大 你可以你知道 那又很奇怪 說手機這個拍攝的工具 你知道 你說你拍照是按那個鍵 然後你拍完之後 如果你要馬上傳 上傳是同一個鍵 然後你接電話是同樣一個按鍵 你說這東西應該這樣那麼方便嗎 你懂的意思 就是說太容易得到的東西的結果 一張照片 通常你說人之常情嘛 太容易得到的東西你不會珍惜 那只是說時間感吧 就是說這邊看到的都是數位相機拍 可是我工作的方式 你說我是用很慢的數位相機 我沒有辦法用那種 一按快門你可以拍個十張的那種數位相機 沒辦法 然後我也不用很長的鏡頭 都是二十八三十五 就意思是最好故事是在你知道 就在我前面 然後手伸出去的話 我可以摸到那位人物的距離 這是一個 那你說數位 所以變成說我現在反過頭來 回過頭來拍更多底片的部分 因為我是從底片開始 所以那時候不拉格的訓練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發現 你跟攝影的關係是比較單純的 你不會被太多那種外在的 技術上的 器材上的東西困擾 然後包含你說包含相機 就是說現代人你說喜歡拍照的人 大部分用數位相機 那你拍完之後你會做一個double check的動作 你說我拍到了沒 你知道 可是那個又很奇怪啊 你說你前面有一個故事 你說尤其是跟人有關的故事 你拍完之後 我是這樣跟我自己講 你說你應該強迫你自己 不要去做這個double check的動作 你應該把相機放下來 然後就看著那個 剛才被你拍完的那一位人物 或那一群人的眼睛 你也不用說 欸謝謝你 你知道四個億 你讓他們知道說 你是打從心裡面感謝 那個片刻 因為他們的存在 被你看到 然後被你記錄下來 所以你馬上做這個double check的動作 是怎麼說 好像你這個動作 就傳遞了一個訊息說 嘿其實你不重要 這張照片比較重要 不應該是這樣 當然說在談話的同時 你說大家對 你知道攝影師的態度 也越來越不友善 拍照的人的態度 越來越不友善 對專業的更不友善 沒有開玩笑 就是說你今天拿一個相機 走在路上 你想要做一個 什麼故事的收集 或者是單純的好奇 變成你這樣把相機拿出來 然後拍一個什麼 路上路人的時候 通常你收到的 回應的眼神是 你要幹嘛 你要從我這邊 偷一個什麼東西走 你知道 不應該是這樣 你太習慣說 那個照片 比那個真的人重要的話 那你說拍照的這一端 跟被拍照的那一端 那個距離只會越來越遠 那個誤會只會越來越深 你知道 那誰從中獲利最多 就是那些專門賣相機的店啊 他的鏡頭開始賣越來越長啊 因為當你離那麼遠之後 你就不用再靠近啦 你就遠遠的 你知道 就用一個很長的鏡頭 咔嚓 你知道 又可以拍到七百公尺以外 那個人臉上的汗翻 可以啊 可是那個感覺又怪 就是說 好像真的是在 你在偷一個什麼東西 你拍完的時候 拍照的那瞬間 你沒有聞到那個人的味道 你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你知道你沒有任何的交流 就是那個斷裂啊 可是我覺得照片應該是連結 你每拍一張 你聊一下天 你每拍一張 你有一個眼神的交會 你越拍越拍 你本身就兩個人 坐在旁邊聊天了 我覺得如果你問我說 那個攝影最有意思 也在這邊 它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比如說我們是喜歡故事 沒有一個人是不喜歡故事 我們是喜歡故事的人 那你說這個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讓我們可以靠近那個故事 可是你靠近 你必須要靠近 你不可以走捷徑 你不可以作弊 比如說用那個藏鏡頭 拍那個鳥就算了 拍鳥當然 你要把你搭一個帳篷 然後你要藏在裡面 你要全身穿綠色 你要臉上有泥巴 可是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等你拍人的話 你就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你必須要很坦蕩蕩 比如說對 我就是好奇你這個故事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 你說聊一聊 然後或者是順便做一些什麼拍攝 對那包含說我拍我自己家人 你說拍商業的 拍我自己喜歡的題材 那都是我啊 都是我的眼睛 都是我這個人 你說我不會因為說 這是商業的我不給你看 然後說這是我私人的給你看 一樣 就每一張照片有一個我的這個印記 那印記會跟這個作者一輩子 所以你沒有辦法躲藏 就說我拍商業的時候 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角度來拍攝 那我拍我私人的時候 我可以拍的怎麼樣 不可以這樣分 不可以這樣分 你要把每一個人 你給他一個名字 不管這是一個有名的歌手也好 這是一個街角賣面的阿嬤也好 這是一個在邊境逃難的年輕人也好 都一樣你要一視同仁 都是人 你沒有辦法跟樹講話 你還沒有到那個境界 你沒有辦法跟樹講話 就說當你拍到一定程度 這個題材很累阿 某種程度是在 我不會說用消磨 可是說你去 尤其你在現場大部分的時間 你在聽 就說像這個故事來談 包含精神病院的故事來談 就當你聽到那種 那個當事人跟你描述的狀況的時候 你當然每次聽到一個字 一句話你會想吧 那邊你開始想說 哇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個世界出了哪一個問題 你說原本我們以為的 所謂的道理這個東西 合理性 你說公平性 真的開始旋轉了 那你開始想 然後你會有一些情緒 你會有 我不會不願意講說同情 可是很多時候你是不理解 或者是憤憤不平 那個情緒需要時間去消化 等一下如果沒有消化好 到時候我聽到那個故事 你說在邊境的現場 如果把所有沒有好好消化掉 然後我一直在累積聽到的故事的話 我會變得很暴躁 我可能就跑去打那個警察 我都不讓他們走 你懂的意思 這我也是人啊 意思是什麼 我每拍到一個過程 一個階段 我必須要跟那個故事保持一個距離 我必須要退出 至少我先看一看說 你說前十分鐘前我在哪裡拍攝 我周圍是哪一群人 比如說有個客觀的距離 就是說我必須要喘一口氣 比如說我開始做一些筆記 然後我跟我自己說話 然後我試著用文字 我再重新把剛才聽到的經歷過 再描述一次 然後有一個整理 某程度像你說 你那個數位相機拍到 你的電池沒電 那個文字的整理 隔一個距離那個喘息 我到旁邊去充電 那個相機過熱了 你知道我要讓它冷靜一下 然後撐完電我可以再回去 那只是偏偏 那時候拍攝的現場是怎麼樣 我通常偷偷摸摸進去 可是我要隔一個距離 我必須要走到封鎖線外 那我就知道 門口都是警察跟軍人在等 那我必須要離開一下 那我離開的時候 那些證件當然拘留證都有準備好 然後我剛剛想說對不起 他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說為什麼 你剛剛怎麼進去的 然後為什麼你現在要出來 他看我證件 他還不可以攔我 會讓我出來 然後旁邊這樣抽一根煙 然後看一看那邊的光影 然後瘋狂的狀況 然後越來越多人進來 然後說差不多準備好了 寫一些筆記了 然後再回去 那當然再回去 他就不讓我進去了 然後那邊犯了錯誤就是這樣 我要隔一個段距離 可是 你知道我知道 我不可以到封鎖線外 孟程度那已經界定了 我在故事裡面的距離 我就是應該要待在封鎖線內 我就是應該要跟這些人在一起 外面是外面的世界 你要出去就不可以再回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兩邊 你知道 一下在裡面 一下在外面 你必須要選邊站 要不然就是在外面 隔著封鎖線遠遠的拍 要不然你就要進去 他們等十個小時 你也等 你可能等十二個小時 這個 你知道那時候 就年輕不懂事嘛 那 在加拿大 那時候去幫我們那個 製片公司那個老闆出差 然後拍一個什麼外景 然後去到那個Vancouver 然後還有一個小島 叫Victoria Island 就是很英國風味的一個小島 很有意思啊 那個 你要開 你要開車去 然後車子可以開上渡船 渡輪 然後到那個小島上 然後 就要有一個傳統市集 但是很古典的一個 它有一個大學也在那邊 很古典的風味的一個小島 然後突然有一條街 一個角落 都是次清點 然後旁邊去晃一晃 那時候有一個想法嘛 那時候就 這是第一個 對啊 那不知道好像覺得 這個是一個 對我來講 這個上面寫是 這個英文是Life Elsewhere 你說它是一個英文的書名 那個米蘭坤德拉的書 那這是它原文是法文 它是用法文寫作 這樣 那書不是很好看 可是那個標題有意思 它其實是一個 書裡面有提 它是一個提醒 就是說生活 不應該在他方 生活應該在那個當下 那個呼吸的片刻 都是一個提醒 也是每天提醒我 那包含說跟我做的 這個收集的故事工作有關 就是說你每一個 你攝影師 你只能回來那個當下 就是說你很少有這樣的 你說創作的媒材 你說說故事的形式 是跟你眼前那個當下的現實 有那樣緊密的關係 很少 我們剛剛講的這種作家 我可以聽到我可以把它寫下來 我可以事後整理 你說你音樂家可能 欸我上個音樂去旅行 然後隔了一個月之後 欸我有什麼想法 做一些什麼東西 可是你照片 你就只能拍你眼前的故事 我沒有 比如說我現在住在這裡 我沒有辦法拍 你說隔壁房間的故事 當下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這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哪一個 第二個在後面 第二個是那個捷克那時候 那個碩士班錄取的時候 對 然後想說 欸你知道 嗯 我想在每一個我喜歡 或者我待在比較久的城市 那邊有一個紀念章 台灣現在很流行 去台灣 台南玩 吃豆花蓋一個章 然後去安平 古堡蓋一個章 那時候想說我喜歡到一個城市 我要給我自己蓋一個章 在我的皮膚上 身體上 那另外一個章是一個 對啊那時候 在捷克的第一個刺青 那時候是去瑞典旅行 那有一個很古老的一個 這個圍巾船 這個Viking Lord 戰艦 他的一個徽章 為什麼選那個徽章 我也是在那個博物館蓋到那個紀念章 就很喜歡那個設計 後來你聽到那個故事 那故事很有意思 他們那時候跟波蘭在打仗 你知道 很早幾百年之前 那他們花了好多好多年 然後去建造了設計的這個戰船 可是他就是要 然後一心就要把那個波蘭王國一舉攻下 那就在那個船下水的第一天 那個船就沉了 那船就沉了 那船就沉了 你不懂說你是一個提醒啊 就是我們不能太侵略性 就是我們這樣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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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你 你知道好不容易你知道 你花了一段時間心思 然後下水的第一天 那船就沉了 這樣也是一個提醒 只是平常自己看不太到 感覺沒有變 可是體重變重很多 對 當初去捷克是27搖 現在到32搖 體重變化很多 你說 心情沒有變啊 只是說 但角色增加了嘛 身份增加 比如說現在是兩個小孩的爸爸 人家的先生 那當初去的時候就是我 跟我一個大背包 跟我想念的台北的家人 就這樣 那現在變成是每次回來 你說也不再是一個人啦 你說是 之前的三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或是四個人 你說那個角色身份 變成城市比較多 那當然意思也是什麼 你看到的風景也比較多 現在開始想 我好像先前拍大女人 很多地方是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很深刻的經歷過 那現在二女人 她才六個月 你知道那個 那個最金砍的片刻 好像又再重新一次 那我又可以再觀察一次 也許可以順便記錄一下 我是這樣跟我自己講說 我23歲離開台灣 那 比方這樣講 有一點嚇人 或有天下有點懸 這樣這邊冷氣又很冷 所以我不管到哪裡 你說那23歲的張庸 他一直坐在我旁邊 他沒有離開過 然後一直提醒我說 你知道當初你喜歡拍人的原因 沒有什麼提醒 就是那個初衷一直都在 然後我也感謝說 這個說故事的工具 它可以讓我 用一個比較單純的角度 去觀察我眼前的世界 你沒有一個什麼功力的 因為你知道 這是第一個 你會做一輩子的 那你也沒得及 那你也知道說 你從來沒有拍過 兩個一模一樣的人 你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一段故事的開始 所以你不會做到膩 你知道 你沒有辦法聽到一個攝影師說 喔拍到了拍到 拍夠了拍夠了 這三個字不存在 當然你說工作上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你有一個交稿的期限 你有一個 嗯 可是這個東西 沒有一個 deadline 那 deadline可能是 那個人從這個星球上消失了 然後我的相機被偷了 那才有 你知道 停止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用你眼睛 經常在拍攝 你怎麼樣去觀察 你的眼前的世界 你說這個可能 你可以彈構圖啊 你說你眼睛看到什麼 比如大家很少談說 你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你小時候 你臥室窗戶 窗簾拉開 然後陽台走出去 台灣很多鐵窗 你知道 歐洲很少看到鐵窗 我第一次看到鐵窗 是在這個邊境耶 最近的時候 很少看到鐵窗 那台灣的鐵窗 會某種程度 影響我們看世界的角度 都是被切割的 很碎的 一條一條一條的 比如說這是一種 還是我們剛剛講 還是你必須回到 你跟你眼前那個世界的關係 昨天可能 每個人心情也不一樣 每次我去到一個拍攝現場 就算去同一個 你說精神病院 就算去固定同一個地方 跟同一批人見面 他們每天去 他們心情不一樣 我的心情不一樣 你在找一個是 我覺得像一個頻率的東西 你說你找一個這個click 一個兩邊的連結 不是說這個相機上這個click 這個很機械式的 很冷冰冰的 你在找一個是 比較有溫度的也好 你說比較真實的也好 你說故事性交流的也好 我覺得那個是 對我自己來講 那個攝影你可以 你可以跟他相處一輩子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剛剛講 真的沒有任何人 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比如說我沒有辦法 給你做一個統計說 這十四年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辦法 跟一個年輕人講說 你在十四年當中 你要流幾公升的眼淚 你要想家多少次 你要去跟幾千名的陌生人見面 你要拍幾千捲底片 你要去過幾個國家 你可以變成一個攝影師 你說沒有一個 沒有辦法把它量化 加上你說 每個人的生命故事又不一樣 那應該這樣談 說台灣是一個島 你說島民的基本的性格 你不要說談攝影師 島民的性格應該是 你每次你到海洋的邊緣 你看到那些浪潮 你看到那些雲朵 你看到沒有邊境的海洋 你一定會好奇 你一定會好奇說 你到底誰住在那個海的另外一邊 可是台灣某種程度你說 好像這個島又太舒服了 你朋友三不五說 我們要去唱歌嗎 要去買一個泡沫紅茶嗎 太舒服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談嚴肅的事情 基本上你說再簡單一點 根本你找不到時間給你自己 可是每一張照片 必須要是你自己去拍的 你說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相機的設計師 那觀景窗可以同時容納兩隻眼睛 我們一起拍啊 你說我們不是講這個大的LED 我講這個viewfinder 沒有辦法 這東西必須是一個你 跟另外一個你自己 意思是 你要把那個時間把它控出來 就是說 你經常性的問你眼前世界一個問題 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然後你才可以把這個問題 帶給旁邊人說 你覺得我在問是什麼樣的問題 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個溝通的東西才會出來 可是我覺得台灣是 你說我也不敢說給什麼年輕人什麼建議 因為我自己也是 每一張照片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你說我個人的感想會是 你說你必須要給自己一段時間 然後你必須要去旅行 然後你必須要脫離 可意思不是說要去很遠的地方 可能最有意思的旅行是 你說可能是你每天上班那條路 你只是給他一個新的觀看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是最有意思的旅行 那每一張照片只是你那個觀看的過程的紀錄而已 所以我們這樣講 如果你要有一個設定一個 你要把你自己放空 你說我不是要去拍一個我懂的我會的 然後你會很誠懇的就把你的害怕 你把你的開心 你把你的好奇心 想辦法放到那個視覺的與惠裡面去 你沒有捷徑說你必須要誠懇 那誠懇的某種程度很多時候是誠懇到剝一層皮 你說對我必須認清自己有這樣的恐懼 那我有多想要接近這個故事 我必須要接近這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個代價的東西會出來 你不可以說我多想要 可是我也很想要輕鬆的想要 這照片不是說你跑到一個販賣機 你知道你投個二十塊 按一下一罐飲料跑去 不是這樣 我還是回到那個人 就是說拍攝的人跟被拍的人 這樣子 你知道你 Mari那個人 我還是覺得你… 你… 我還是覺得… 他拍攝的我… 在這方面 要… 我還是想要回到那個人 我還是想要回到那裡 我還是想要回到那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